你看我手机干什么呀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自己说吧 说什么呀 咱们这些年也不容易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你坦诚一点 老公 那个这是我的男闺蜜 男闺蜜 恐怕我比你更能了解 她接近你的目的吧 说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老公 我错了 你没错 这些年 我努力拼搏挣钱 就是为了让你和孩子 能生活得更幸福一点 也确实是我平时太忙 疏于对你的陪伴 你这样做 我也是能理解的 老公 你真这么觉得 对 如果他是真心喜欢你 对你好 那我也是会为你高兴的 太好了老公 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但是吧 我就怕他接近你的目的不纯 毕竟这是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 真的不想白白给别人做了嫁衣啊 老公 你放心吧 他什么都不图我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 但是 我还是想试试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怎么试啊 这样 咱们先去办个假离婚 然后 把孩子和财产 先回到我名下 这样 你再去试探他 就能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了 但是如果 他只是为了你的钱财 那么你再回来 老公永远在家里等着你 太好了老公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现在就去收拾证件 喂宝贝 我离婚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他祝福我们呢 难道就没提点什么要求 要求提了一点 财产跟孩子都归他了 我精神出户 精神出户 那你还找我干什么 滚 黄脸泼 四渣男 来 哎呀 老公 你说的对 他就是为了我的钱 你回来干嘛 你 还有 我已经不是你老公了 请你自重 你居然敢骗我 骗你 我骗你什么了 我是骗你金钱了 还是骗你感情了 欺骗和背叛 哪个更过分啊 哦 对了 我只骗过你一件事 那就是你的手机 我从来都没有打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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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